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撩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贼里吐怪物的故事 保罗是我们故事的男主 最近他诸事不顺 不仅失业,未婚妻还跑了 他想找个办法来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得到舒缓 却没有任何的头绪 这天摊在沙发上的他看到了一个广告 有一个新的进化项目 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生活中的负面情绪 而且分文不取 这对现在的保罗来说简直就是灿明灯 于是他赶紧前往了广告上的地址 来到的他发现屋子里已经有一群人了 这其中有个漂亮的妹子玛丽 引起了保罗的注意 所有人就位后项目负责人出现了 让在座的人释放自己 说出自己无法释怀的痛苦 玛丽立马哭着诉说自己的痛苦 她已经结婚十年了 她的丈夫想要孩子 她却不想要 某天她回到家 丈夫就用枪打爆了自己的头 说到这里玛丽已经哽咽了 这让保罗对她是更加的怜香惜玉 诉说环节结束后 他们就开始了抽血 要检验合格的人才有机会被净化项目选中 保罗回到家后就接到了入选的消息 让前往净化项目的森林 保罗赶紧打了车到达目的地 一下车他就看见了玛丽 这让他非常的惊喜 保罗开始主动搭讪 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项目的负责人来了 他给来到的人都拿了一筐饮料 保罗拿的饮料就像是橙汁 他赶紧尝了一口难喝的吐了出来 这时负责人又说 在这里除了饮料不能进食其他的东西 大家都乖乖照做了 一天要喝四瓶 大家都直接喝吐了 吐了几天居然吐出了一个会蠕动的东西 保罗很害怕 但是负责人说是正常的 第二天保罗再一看 蠕动的东西居然长大了 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怪物 保罗越看他是长得越像自己 心里是非常的开心 而玛丽也同样吐出了一个小怪物 长得和他也十分相似 突然喜当爹妈的他们也开始越走越近 小怪物在这个过程中也在慢慢的长大 还长了牙齿 这天保罗在照顾小怪物的时候 不小心被咬伤了 但他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负责人来找到他们 让他们带上小怪物继续进化项目 负责人带他们见了一个男人 男人告诉他们 你们身上的负能量都汇聚在了小怪物的身上 只要拿起刀子把他杀了 整个项目就完成了 但是看着小怪物可爱的样子 他们都下不去手 玛丽是直接走开了 看到玛丽走了 保罗赶紧带着小怪物们追了上去 两人回到各自的房间 决定趁着半夜离开这片森林 但是负责人和男人拦住了他们 他们允许两人中途退出 却要求他们留下小怪物 因为小怪物总有一天会把他们杀了 保罗没有理会他们 带着玛丽和小怪兽去车离开 可半路上袋子里的小怪物开始有了动静 他们打开一看 保罗的小怪物把玛丽的小怪物吃了 还变成了一个丑陋凶狠的怪物 开始攻击他们 玛丽赶紧下车拿起石头就砸他 保罗赶紧阻止 但是看着原本可爱的小怪物成了这样 他决定了要自己动手 于是保罗伸出了手 含泪掐死了他 两人终于杀死了自己心中的负能量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隐藏着的负能量 如果一直惦记着他 不愿意将他抛弃 最终将反噬自己 但如果是你的负能量变成可爱的小怪物 你还舍得杀死他吗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